最後一小節說明了存貨的規劃跟正確性 基本上在很多書上都會常介紹一種方法叫ABC 基本上是以它的價跟量 就是它的單價乘到數量分群 高價量的基本上是前面15% 中間的就是35% 後面的是11% 根據不同的種類採用不同的訂貨方式 不過Zekun教授在他這本書裡面 119頁說 他基本上每一家公司的B類貨品都不一樣 所以應該針對其狀況採用相對應的措施 他的意思就是說要看情況而定 所以他說原來也就是說 ABC這個分類法可能不是那麼好 這是他的觀點 前年使用的庫存價值 比如說這個品項代號22 他使用金額是這個95000 他的總金額比例是這個40% 接近41% 然後68的話是32% 所以就是說因為這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把這兩個稱為A項 然後他佔了72% 然後B呢就是中間的這幾個 剩下呢就是你的C 那至於呢這個ABC呢分群之後怎麼做庫存的管理 我們這邊呢沒有詳細的說明 有興趣的同學呢可以看SILVER 另外一本書他的說明 這個作者呢寫另外一本重獲管理的書 這個蠻多人使用的 好 重獲的正確性跟週期盤點 基本上呢這個實際的情況呢 會不一樣 所以正確性呢是說兩個是一樣的 就是你的紀錄跟你實際的 有時候會不一樣 然後不一樣的原因很多啦 有時候可能是被偷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常見的問題 有時候呢是你 顧客拿了之後 後來又決定不要買 亂放你找不到 書讀此類的問題 那盤點呢有一個叫做週期盤點 就是這個固定 經常性會這個一年僅進行兩個作業 週期 那這個這是經常性的 就是每週啊就是這樣子 確保有效的盤點跟紀錄的關鍵是 這個盤點的項目啊 合適盤點啊是誰負責 所以像我們學校的圖書館 都有所謂的這個定期的一個盤點 這個動作 基本上呢 這邊介紹一個新的叫RFID 基本上呢是參考這篇文章的 2014年 我們到來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呢 基本上呢 你在你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你的這個物品上面 放一個所謂的標籤 然後呢你一個電腦 透過電腦主機 然後一個讀取的機器 然後透過無線的 就是天線 天線 然後去這個資料呢 這個傳一個無線電波 然後這個電波傳回來 所以不需要 類似原先的這個條碼 需要近的距離 那基本上呢 就知道說呢 現在這個存貨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價格已經 掉下來了 標籤的價格是0.05美元 每分的意思這樣子 所以那乘以30大概一塊多 但是這個讀取器 這個讀取器 這台機器呢 還是蠻貴的 還是1000多塊 所以基本上呢 現在還沒有很普遍 但是對一些重要的存貨管理呢 基本上呢 它基本上RFIV開始慢慢流行 所以這個價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這個後面推的當然是Warmart 那基本上呢 就是原來這個條碼 你可以注意一下 商品中到一個buck core條碼 在這個MIT 麻省理工學院 1973年 然後基本上呢 是只有到1984 經過11年只有15000家 然後這個美國的兩大 這個超商 非常大的店 聯手推動使用條碼 1987年 才迅速擴充到7000 75000家 那當然現在條碼非常普遍 現在已經經過幾十年了 那為什麼Warmart跟這家公司 為什麼要推動這個RFID 因為呢 Warmart的庫存呢 只有準確只有70% 那原因就是我剛剛前面描述的 那同業有時候更低50%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靠這個實心制的人員 流動率非常非常高 反正是50% 因為它這些都是基本工資 薪水不高 那做了工作就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基本上有好的機會 它就跑掉了 所以你要靠人工的這個 人工的輸入 資訊系統 員工的訓練可能不足 另外一個呢 這一個它的這個 MAX3 我包含到是全球試卻率最高的商品 所以它就想說 我用RFID 對不起 來追蹤這個存活 所以它推動了這個 後面的動機在這個地方 高單價的 而且容易失竊的 基本上呢 它應用了一些實力 讀書的管理 然後 這個 信證 無視流行 然後 啤酒桶 貼在某一個地方 錄影帶 那基本上呢 現在還不是很普遍的 慢慢的會 慢慢的會越來越多 所以基本上 價格如果越來越多 然後這個價格 開始降的時候 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這個就會越來越普遍 然後這個 風險呢 在華爾街日報 這個基本上 在這個 這兩個作者 在2007年 基本上它有一些風險 雖然說 大家說它有很多好處 但是還有一些風險 這個缺壞一個標準 所以你基本上 你要讀取分享 就比較困難 那中小型的供應商 可能倒閉 如果它使用它的系統 是封閉的 那大作怎麼辦 然後基本上呢 你要換成這個系統 需要成本 那你的維護 成本也蠻高的 那基本上呢 你可以和條碼並用 但是呢 也可能繼續使用條碼 那IFID不是萬人的 比如說呢 你有多個讀取器 比如說你的櫃檯 有四五個櫃檯 那同一個標籤 或是一個讀取器 收到多個標籤的訊號 它產生碰撞 所以基本上呢 是要解決 技術上的問題 這個基本上呢 大部分都是電機器的 那IFID呢 是演化中的技術 技術技術呢 可能和無法和下一代相容 那如果你內部的資料 被竊取的時候 那基本上呢 比如說你這個個人的個資 全部放在IFID裡面 結果有人破解了這個系統 然後進入了透過無線網路 擷取到你個人的資訊 這些問題 所以它有這樣的風險 那當然隨著技術的進步 時間的進步 很多的問題都會被慢慢的解決 好這個存貨管理呢 這個有講了這個 了解一下基本的概念 然後講了這個 單期跟多期的存貨管理 然後多期又有兩種系統 然後性能指標呢 目標呢 當然是可以降低你的成本 好